除了周周有加码券可以抽 现在五倍券也陆续有民众开始用了 南投紫南宫就让信众可以用五倍券来添香油钱 还可以还借金 已经收了三十几万 尤其是周遭的店家像是卖彩券的 因为这个五倍券的面额跟呱呱乐的面额是一样的 所以好多人拿五倍券来玩呱呱乐 也因此收了快要二十万 而另外云林献福这里也是加码送现金 只要在云林消费五百元以上 就可以换百分之十的回馈金 但是全出总预算两千五百万块要换工了 结果一早就吸引了不少民众排队抢着兑换 云林县政府大门口一大早就大排长龙 人龙从门口开始绵延好几百公尺 兜兜转转了好几个弯 再绕三四圈几乎看不到镜头 大太阳底下排队热得不得了 顶伞的顶伞摇扇的摇扇 再热也要排队 还有妈妈背着小孩也来排 为的就是云林献福墙五倍券商机 加码的十%现金回馈 五百元以上就能换五千元 可以换到五百元现金 但是总预算两千五百万元 传出可能快被换光了 民众听到全都出来排队 到我这已经五百多了 什么时候来排的 发现前面这么多有没有吓到 有一点点 多少的发票金额 一万多 人人手上都是一大碟发票等着换现金 先府也赶快派人控管人数 发号码牌 同步计算还剩多少预算 因为换完就没有了 五倍券发威刺激消费 南投竹山紫南宫 周围店家荷包赚保保 还有彩券行也是业绩翻倍 最多人拿五倍券买呱呱乐 紫南宫也开放民众用五倍券 添香油钱还借金 收来的五倍券都达三十多万 妙方说不会兑换 会全部当善款捐给弱势团体 华市新闻 徐木兰消育业吴建宏 周大祥云林南投报道